Hello大家好 歡迎你們收看國恆電訊的Youtube頻道 今天的主角就是OPPO 5X 大家有興趣想要買這部電話的 記得聯絡我們國恆電訊 我們的Whatsapp和號碼是97964328 講回這個機構的特點 最主要是整個機身 前後是沒有開孔的 整塊是前面這個後面的 你看不到它有開孔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用了一個雙軌淺望的結構 將後置鏡頭、前置鏡頭和LED Flash 還有一些感光感應器和元氣鍵 全部藏在相機的中間 即是裡面的 這個位置會凸出來的 有一個模組 你知道開這個相機apps 就會看得很清楚 我們試一次 它凸出來的 這是全置鏡頭 這是後置鏡頭 Diolcam的AI相攝 中間有LED Flash 後置是玻璃機身設計 這部機的顏色是波爾多紅 即是走紅色 相當漂亮 另外還有一部藍色 如果你退出相機 它就會收起來 而這部機的另一個賣點 就是它的佔比 現時來說 這部機的佔比 是目前這麼多手機當中 是最高的一部 它的平佔比 高達93% 差不多94% 是目前最高的一部 平佔比手機 你看到四條邊 即是內櫥的框 是非常窄的 再加上下巴的黑框 目前來說 是非常窄的 還要比Vivo Nex那部還要窄的 即是黑色這一塊 是窄很多的 所以它的佔比 會比Nex還要高的 相當之震撼 再加上它是全曲面的機身 曲面的 這樣會不會看得清楚一點 雙曲面機身設計的 再看一次它的鏡頭 最主要是玩這個 再收回它 這樣就收回它了 凸出來和收回它的速度 都相當之快 再看看它的光線照射下來 這個波爾多紅十分之漂亮 反光的效果 中間就比較黑一點 就是好像紅酒的顏色 這樣 就是這個底 是用了梯絲 這個是已經用上梯絲 下巴和機頂 都是有個月牙彎的 月牙彎 就是這裡凹下去一點 這樣會不會看得清楚一點 好 大家記得要買這部OPPO 5X 記得聯絡我們國恆電信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再見 再見